Pranalogies 我是阿姨沸土医师Jul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 你如何在家可以挑选适合你的 YouTube的瑜伽教学影片 平台上啊 我们的瑜伽影片大概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个是做个别体位 单一体位 单一瑜伽姿势的解释 第二个是个别的呼吸法的教学 第三种是冥想的导引 那么还有一种是所谓的纯粹的体位串联 这样子的练习通常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比方说成间瑜伽啊 或者是睡前瑜伽 又或者是孕妇瑜伽 月子瑜伽 我们说你要找瑜伽影片之前 就很像你要去找瑜伽老师 在阿姨沸土的观点 我们会说 你要先思考 要先认识当下的自己 这个当下的你 哪一个功能性能量是失衡的 Vata Pitta Kappa 我在前一支影片有提到 或者是这个当下的你 消化跟代谢的状况如何 或者是最基本的 如果你都不了解 这些阿姨沸土的概念 最基本的 我今天哪里酸痛 是肩膀酸痛还是下背酸痛 或者我今天的腿很肿 又或者是我最近常头痛睡不好 那么你就会开始去找 相关主题的瑜伽练习 所以要寻找适合你的瑜伽课程 第一步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的状态 内在的状态 了解了自己内在状态之后 接下来就要了解你大环境的状态 我是要在白天练习还是在晚上练习 现在是春天还是夏天还是冬天 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时段 瑜伽练习的安排 瑜伽练习的一整套练习的设计 应该是不同的 因为适合白天练习的瑜伽 它不一定会适合你的晚上练 你晚上来练 有很多人他们跟我说 我最近练了一些瑜伽课程 自己在网路上面上一些瑜伽课程 结果睡觉反而睡得变差 练习完之后精神很好 我问了我的客人 那你是做怎样的练习 发现 哦那是在白天的练习很激烈 然后做完之后 流得满身汗 非常的身体很爽 满身汗 然后觉得精神很亢奋 通常白天的瑜伽是这样 可是你现在晚上要睡觉了 你做这样子瑜伽 你晚上睡得着吗 OK 所以了解你自己内在的状况之后 还要再了解你练习那个当下 大环境的状态 冬天的练习的瑜伽 通常是会比较提高身体的热能 夏天练习的瑜伽 通常都会让你的身体变得比较凉爽 如果你刚好做相反的话 那你的身体就会很不舒服 接下来我们要去思考的是 我们居家的环境 如果你家里面空间没那么大 又或者是家具比较多 杂物比较多 你伸手或者是腿一踢 就会踢到东西的话 我会建议你尽量以比方说 椅子瑜伽为主 坐在椅子上面练习的 或者是对墙的瑜伽 这样子的话 你比较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 可是可以达到很好的伸展 或者是肌肉锻炼 或者是安稳身心的效果 你接下来要考虑的是 如果今天的这一门课 影片的一开始 老师有告诉你 你需要准备一些瑜伽辅具的话 你要先思考一下 你家里有没有这些用具 我们说常见的瑜伽辅具有 瑜伽神 眼枕或者是沙包 瑜伽砖 瑜伽砖的那个材质有很多 这些瑜伽辅具的用法 还有它的替代品 我会在以后的影片当中为大家做介绍 还有瑜伽坦 冥想的抱枕或是坐垫 以及瑜伽大抱枕 不是所有的瑜伽练习都会需要到这些瑜伽辅具 而这些瑜伽辅具也都有替代的东西 如果你家里面没有的话 所以你要先去看这个老师在他的影片当中 有没有做了详细的介绍 如果说你没有这些辅具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做应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会建议你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下 避开那段影片或是跳过那段影片 做其他的练习会比较好 第五个你要考虑的是 这个老师他的表达方式适不适合你 我常跟我的学生说 没有不好的瑜伽老师 只有适不适合你的瑜伽课程 所以你要先去试看看 听看看这段影片 老师他说话的方式 他用的智慧 我们说瑜伽是有智慧的 就像各行各业都有行话一样 这个老师他所使用的瑜伽语言 你有没有办法接受 还有就是老师他说话的速度 以及他讲解的方式 他带领的方式 有些瑜伽课程是比较适合高阶 有经验的瑜伽人来练习 所以你可以依据以上的各个不同点 去思考去考虑说 这个瑜伽老师的教学 适不适合我 进而才开始做练习 那当然就像我常常建议我的客人一样 我会希望你给一个瑜伽老师 大概两三次的机会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段练习 不适合这个当下的你 然后如果你就因此认为 这个老师是不好的老师的话 对这个老师来说很不公平 如果今天的影片内容到目前为止 对你是有帮助 你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点赞 我以后会做更多类似的内容哦 好 接下来我想要告诉大家 你要怎么样自己做瑜伽影片来串联 基本上白天的练习 我们说大概在早上起床 到你出门前 又或者是你吃午餐之前的练习 你是可以做强度比较强的练习 爆分的瑜伽老师他们会说 练核心肌群啊 或者是可以增加身体的热能啊 或者是帮你燃烧身体的热量 像这样子 或者是锻炼肌肉 像这样子主题式的课程会很适合你在白天进行 比较动态性的 OK没有那么多的躺在地板上 完全的放松 反而是很动态性的 好接下来下午时段的瑜伽 这个时段的瑜伽比较适合做的是带有冥想练习的瑜伽 它会帮助你的身跟心迅速的做回复 而下午时段的冥想练习可能是五分钟可能是十分钟 我们甚至可以将它视为是power nap 让你的大脑可以迅速的达到休息跟回复的作用 傍晚时段下班放学之后要做的瑜伽 就看你时间的长短 OK这个时候的瑜伽我会比较建议做一些着重伸展的瑜伽 着重深度伸展的瑜伽 还是可以带一些肌肉的锻炼 可是有更多是暖身跟之后的回复的体位 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整天 我们使用我们的身体一整天 你可能是一直站着 可能是一直坐着 可能是一直走来走去 不同的肌肉难免会有僵硬的现象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时段 在傍晚的时段去找一些可以做深度伸展 它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变好 身体里面能量流变得比较好 晚上会比较好睡觉 然后是睡前的瑜伽 睡觉前的瑜伽 我通常都会建议大家做一些比较静态的练习 如果是要就瑜伽派别来说的话 我觉得阴瑜伽以及复原性瑜伽 Restorative Yoga都是很好的选择 又或者是静瑜伽 这些瑜伽练习 它没有那么着重在体位的变化 它反而是比较着重在你背躺在地板上 或是肚子躺在地板上 让你的身体维持在一定的一个同一个位置 可是进行深度的呼吸的练习 或者是进行深度的静心的练习 这样子的一个练习方式 能够帮助你在睡觉前 帮你的大脑 做一个反除的动作 去消化你这一天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去帮你代谢掉这一天的情绪跟压力 会让你晚上比较好入睡之外 能够让你睡得比较安稳 隔天早上起来精神也会比较好 所以今天跟大家简单介绍了 如何在YouTube上面选择适合你的瑜伽练习影片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在之后的练习当中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对于阿异废陀瑜伽感兴趣 对于瑜伽冥想 对于Yoga Nidra 瑜伽睡眠术感兴趣的话 在我的频道当中面能够找到许多相关的练习影片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Namaste